我這樣我這種眼睛 我每個顏色 我在眼睛上面都會畫四個顏色 每一次我化濃妝的時候 先化一個底色 底色一定是選淡色的 妳的主題是要去哪裡 我好顯色 沒有 我就會每天到處不濃跑 這樣都可以無所謂 外用妝 很顯色 妳看 我一穿上去就直接有顏色 妳先化眼窩 弟弟 我跟妳講 先上眼窩 大家 你們知道嗎 化這種妝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眼窩都帶到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樣化 再這樣去怎麼辦 我跟你講 就成人眼窩給它塗滿就對了 然後你看 我隨便拉個顏色 我把紅色放在後面 尾巴後面有沒有 這樣拉 這樣子把它混一混 混一混 後面會比較深 我再有一個打黑色的 因為它暈的位置都會很精準 有沒有 妳看一下 我這邊有黑色 粉紅色 全部搭在一起 但是妳的黑色要記得 不要超過粉紅色 而且妳站著化怎麼可以那麼穩 因為我真是經過多年的訓練 妳有時候呢 我的妝泡泡都撐到底 這裡再跟大家講一下 妳們畫眼影之前 妳們是不是都直接上了 都沒有畫任何的 Primer在前面 那是錯誤的 就是眼影霜 妳們一定要前面要畫一些眼影膏 打底膏 像那種打底膏 或是這種打底膏 就是我剛剛知道 等一下我化妝給妳們看 所以我剛剛眼睛是 像上了一個白白的有沒有 對 妳們一定要先上這些東西 打底膏 打底膏放上去之後 然後再用一層那種蜜粉 不管如果妳們沒有蜜粉的話 直接一種膚色的都可以 不要有珠光的 直接再蓋上去 讓底膏蓋上那種 像蜜粉的感覺 像我們粉底感覺 蓋上去之後再上眼影 妳的顏色就會很顯色 而且不會容易糊掉 也不會這種眼睛一張開的時候 有粉卡在那個雙眼皮疊痕裡面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 然後現在眼妝 我現在直接讓大家看 如何上亮粉 亮粉的上髮 我們都是用手指腹 指腹去點比較好 就是放在眼頭那邊 妳一定要放眼頭的 臉頭是不是 好亮喔 不是感覺妳放在中間 妳只能放眼頭 看它空白這邊有沒有 對 近眼 近眼 這也是好好看喔 對啊 而且眼睛很漂亮 是不是 好亮喔 我跟妳們說了 這些東西妳們真的 沒看過的東西太多了 唉唷 不錯 會不會 rides 因為這裡 會不會 是 那是 有 是 吔心 有